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就晚上了 今晚在会员板,年费60英镑或者105元,加值115元澳子 我就不理英镑的位置,怎样升跌 但是不会调整澳子和加值的定价 即是你用澳子或者加值是便宜些些的 那我就... 因为我免得改来改去 我会员过了1000人的 Active 的会员 当然是好事来的 我也顺便说,除了10月的加价之外 其实如果我短时间外 我都2000个会员 我就会... 过了2000个会员之后 我就不再收新会员 我就不是要很多人的 OK? 我不是要很多人管理 我和其他台的管理哲学 有很大的不同 OK? 太多人来说 肯定有很多人偷东西 但是上面我说明的一件事情 用中移动IP 我不一定Bang 我是说明的 我不会退让的 因为你用中移动IP 我会怀疑的 OK? 至于我看到那些运动IP 是很奇怪的 例如说王志强 这个人渣 叫什么阿哥 他有很多robot的用户 我就劝他 不要收下手 OK? 你做这些东西 做得太多坏东西 就没什么好处了 对吧? 至于我都劝他地产商 不要找一些 找一个叫徐家健的人 说话 徐家健这个人就... 你找个刘正 黑社会打手 你都做臭 你周围得罪人 你都做臭 对吧? 你找刘正 总之呢 徐家健还帮着刘正 你就不用找他 就是这么简单 OK? 哪个人帮着刘正 就哪个人是... 哪个人都不用... 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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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好了 言归正传 这个就是 美国呢 就... 以国安为的理由呢 理论上 除非中国做最原始的车 就是最原始的油渣车 什么 Netfication 的System 都没有 但是我相信中国也不想做 出口依重车 好的 否则 就... 应该很快就... 以国安为的理由 不用去美国的 OK? 我不计是电动车 还是油渣车 总之你车上面 有个电套 有个导航系统 你都... 你都... 他... 总之我不理你... 总之你软硬件 尤其中国呢 都不准你... 不准你... 不准你... 入口美国 OK? 就是出口到美国 你这个... 你可以... 那... 代表... 你差不多... 什么车都不用出口 因为你... 现在... 如果你这辆车 没有... 导航系统那些 我想... 你很难买的 你就算是欧洲 你最普通的车 或者... 封田那些车 那些的车 都是有导航系统的 不可能没有导航系统的 没有导航系统的 没有导航系统的车 其实是很旧的车来的 都是... 就是那些很旧的 车 你才见到那些 是没有导航系统 安装在车上 就是... 你有导航系统 都在车上 基本上是标准来的 就是更加不要说 前自动驾驶 前自动驾驶 你就不用说 就是你现在 为什么有一车 买车很困难 就是欧洲 或者在美国 甚至澳洲 原因就是 你车上没有晶片 因为你... 他现在... 他在车上面装 不是一个娱乐系统 来的 OK 他现在是整个 是导航系统 啊 各位的控制 啊 OK 你... 接个iPhone 直接接駁 去电汽车 你可以一路开车 聊信息 啊 WhatsApp 那些全部都是 有一个系统 在那裡的 你没有系统 不用玩的 他现在就说明 就是你这种 Made in China 不用的 你软件又很硬件 你Made in China 软件又硬件 Made in China 当然有不少车厂会受影响 但是... 我想最大受影响 就是自己的中国车厂 因为譬如你说 丰田 我改天日本做 我在台湾做就可以了 OK 你说Bensy 那我改为德国做就可以了 或者... 把Navigation System 改在马来西亚组装 都没问题的 这个是OK的 你不要... 就算... Volkswagen Volkswagen 问题是另一些事情 Volkswagen 它过不了 它就另一个问题 Volkswagen 它应该大件事 就是它过不了 维吾尔人权的法规 那个才是问题 OK 那个就不关这件事 也是的 你说 那有中国做的Tesca 那没有东西的Tesca 那我只会卖 北... 那北美有厂的 我北美只会卖北美厂的 OK 雖然我也相信 欧盟会跟踪他此套事 因为你说到国安的事情 或者是私隱的事情 欧盟很有兴趣跟美国的 调解涂敌的 他就不介意... 他就声称说 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但是他主要是中俄的 针对 中俄两国 不是盟国那些 如果你是盟国那些 就算你说 那会不会被局阻在美国 都没所谓 没所谓 是 他们有厂 软件 他们开发软件 也都很... 最大事都不是硬件 硬件 硬件其实... 大部分是底板 晶片都在问台湾买的 说来说去都是问台直电的 你问NXP订的零件 就知道了 你问NXP订的零件 就知道了 他全部都说出货 是台湾出货的 OK 就是每个人都说 在哪里发货 在台湾 NXP订的零件 只有很少人在... 在中国 也会问台湾出货 但是他软件不是这样 软件你的开发团队都改不了 OK 开发团队都改不了 你就没什么好说的 OK 那... 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做呢 很简单 电动车被CoreK 更加烟 电动车不用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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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车... 你怎么说电动车 你玩到CoreK 集击的话 就不硬的 说真的 如果真的 中美发动战争的时候 如果整个街道都被阿迪 我就会劝你 你那些被阿迪的 那些汽车狗像远 因为你不知道 中国会不会遥控架 被阿迪车 然后进行引爆 然后进行集击 你不知道的 中国人... 这方面没什么人性 你... 你... 你都不会期望共产党有人性 是不是 我用坦克屋死自己的人民的政府 你都不会觉得 那是正常政府 是不是 嗯... 但是他说 那些油渣车 真的油渣车 你不会说 走去引爆油缸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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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会发展到 就是喝爆油缸 然后... 那... 就... 如果...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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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的一個問題是 它會拿到你的地理位置去參數 因為你一直開車 因為你現在這些導航系統的話 我都沒有起到自動駕駛 很多電動車就是有很多自動駕駛 但是有駕駛比較少 比較夠英雄而已 都不會 NO 第一,美國的前列駕駛是一個趨勢 第二就是 你一邊開車的時候 你不斷收到一些數據 即是它的地圖 GPS方位 甚至它在收到一些網絡的資料 即是透過你的手機也好 透過你的汽車本身也好 因為你的手機會接近 其實你見到最多的是 手機接近那個系統 會做很多事情 你那些資料送回去中國 OK 它就知道你的軍營 哪裏有軍營 軍營負擔 交通圈 什麼什麼 哇,大哥 你戰爭期間這些就是情報 來的 OK 所以,為什麼美國用國安理由 那是很 你記住 美國用國安理由 是不會像香港這麼廣泛 怎麼說 說什麼革命無罪 造反有的也有罪 但是他跟隨毛語 毛澤東 他說他毛語屋 也會被人坐進牢 對不對 你以後有沒有毛語屋 為什麼就犯國安法 我不知道 可能習近平一進來就犯國安法 很難說 你知道嗎 習近平多純悟 毛澤東 他身邊 可能他的袋子裡 都有本毛語屋 那是很難看的 問題是 你現在的狀態 你一直這樣駕 你駕車的狀態 那個情況 總之你駕車 你有自動導航軟件 你就可以傳資料上去 那是很大的問題 那是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說 現在他為什麼 不千方百計 要禁在中國 他做這個 他是軟件 他現在是軟件 OK 我怎麼知道 你中國會發動戰爭 我怎麼知道 你一直這樣駕車 他就收了所有數據 然後把東西送回中國 OK 這件事很細細 所以你說 為什麼說 汽車比科技更危險 OK 不單止它是大 而且它是周圍走 你周圍走 去接著 去correct的信據 那些數據 是會有用的 也不單止 中國產銀的過剩 這些問題 也不止 當然 對拜登政府來說 OK 我剛才說過 美國不會隨便 共國安問題 因為美國的國安問題 那些憲法案子 是有 案子 有案子 有案子 即是 你要用國安理由 去限制言論自由 你要用國安理由 去限制什麼什麼 限制貿易自由 你要 因為你會被司法覆劃 對不對 你會被司法覆劃的時候 你要這件事 正確的 你不可以隨便說 有可能有國安危險 隨便說 不行的 不會被這件事發生的 你要證明有國安條件的危險 你要證明 你要證明 那件事 你不是 你要 那些訊息的準確 都是 這個當然 大部分是用在 The First Amendment 有關的案子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以及 貿易自由 他都要有一個 訊息 你這個危險 是清晰已存在的 而不是像鄧炳強那樣 亞瑟亞瑟都說 國安威脅 那些瘋狂的 這個 但是現在 中國車的 國安威脅是實在的 剛才你以色列那件事 炸科技那件事 好不容易玩 好不容易玩硬了 但第二 是你中國 有偷資料的習慣 你的Android手機 你偷資料 不是大家 公認的 大家知道的 這個不是第一天偷的 你這群人 不是第一天偷資料 你這群人偷得很兇 你真是說難聽一點 第一天失去你這群人 第一天失去中國人 不是的 當你中國人 習慣拿手勢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 對美國來說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做了一個強硬的立場 就是 你這樣玩的話 我就 用來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美國人 一定要作出這一步 去保護自己的國家 這個是不需要質疑 也不需要否認 你不敢保護 這個是國家安全的基本 說真的 保護國家安全是正常理所當然的 當然 我今天講的 保護國家安全的前提 就是保護 一定是以保護民主社會為議櫃 那香港肯定不是民主社會 香港哪一個是民主社會 你就玩了 為什麼不保護香港國家安全 保護政權安全特政 保護國家安全是一回事的 不要怎麼把這些事情混合在一起說 就是說 就是說 你不是喝七起汽水 喝九起汽水 你都沒有限度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美國 他是這樣過的 OK 而且 保護汽車工業 拜登 是會傾向保護汽車工業的 OK 因為民主黨的票倉 OK 其實 因為這次特朗普 很多政黨上面 都是傾向保護工人的 例如你說 那些 Beta 的貼士 不測試 OK OT 錢 不測試 OK 現在OT 手上是會測試的 現在特朗普說 OT 不測試 Tips 不測試 就是 特朗普是有辦法的人 OK 就是他會 這方面 他不是說 大財團免稅 我現在是 以 那些小市民免稅 他是有辦法的 你看到 美國那個 貨車工人 那個協會 貨車工人 貨車工人兄弟會 是傾向 就是 不要說支持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 你知道傳統這個會是支持 就是IBT 是支持民主黨 OK IBT 如果那些人不知道什麼事的話 我 你不怕 會睡著 其實都很好看的 不過未必個人接受 Netflix 你可以看一套電影 Irish Man OK Irish Man 就是 講IBT 以前的 壞事 因為 有些黑幫 那些問題 IBT OK 但是 你看到 汽車工人 是不向民主黨 傳統票倉 所以為什麼 那時候 General Motors 和 街市 那個重組 那時候 街市 那時候 為什麼 歐巴馬會介入 是有原因的 就是General Motors 那個重組 是有原因的 歐巴馬 那時候 叫快爾車 那時候 因為那個是民主黨票倉 來的 OK 這個是一件事 但是 另一件事 汽車工業 為什麼突然間 會說回油開車 油開車 我想說這件事 油開車生產的穩定 是一定涉及國家安全的 OK 國家安全的基本 第一 是油開車 因為軍隊用的車 是用油開的 OK 由坦克到自走炮 到重型的軍用車 都是涉及油開的 OK 電動機 不是時候的電動機 電動機 遠遠不是時候的電動機 所以你搞定充電問題 才再說 搞定充電問題 還有 那就有機會 OK 油開車 北歐是國家安全的基本 生產 如果你現在沒有油開車的市場 全都是電動機 那我想問 你軍隊要油開車的成本很貴 你這樣清楚 我想問 還有油開車的生產線 封鎖的時候 我怎麼保證油開車的工業 這個是基本國家安全的常識 就是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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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關係 大家都知道 歐陸 甚至北美 其實很多車是有開的 私家車都是有開的 歐洲很多車是有開的 歐洲不是太多人開的 其實很多人開的 很多人開的 因為你開的 其實很多人在城市那邊開的 其實很多人是變成電動車的 但是油開就不是油開的 油開就不是油開的 油開因為耐咬 你知道有時你穿越不同國家 你又不熟過國家地圖 比如你從歐洲 你從歐洲 你可能在一程車裡面 從A到B 你可能穿越三四個國家 三四個國家的油站的擺法都不同 溝場不同的設定不同的 你不一定找到油站 你不一定熟行 或者可能油價突然很貴 那些經過國家會有這些 但是電就更加大 所以電是更大 所以電是不適合長途 不是那個理程長不長 那麼簡單 是你不熟悉那些駕布 你不熟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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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A國家去B國家 你穿越ABCD E那麼多國家的時候 你要找充電站的電裝 如果在中台那些國家 基建不太夠 你真的要跳海的話 你真的要放在那裡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成熟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 即是郊區或者Auto Bank 或者Highway有足夠的電裝給你玩 但是油渣最吸引牙 就可以減少 最大程度上減少充電 或者入油的需要 這是個理論 所以你說油渣車 就是國家安全 那些油渣車 那些人都覺得 沒有國家安全 沒事的 我都是說句句 你打仗的 如果你要準備打仗 你要準備打仗 OK 你猜你要先用多少個 還是要數多少個 不同類型的 D數幾個工業穩定 OK 剛剛說 很簡單 剛剛說 因為你打仗 你打仗 會打到 比如那些 軌箱 那些軌碎 那些軌碎 那些互換 這個是一個基本問題 所以我說 美國是有考慮過很多問題 他要穩住 汽車功能的範圍 要穩住 外國油渣車輛 供應 沒有什麼 歐洲都會有這個 抗市推出 歐洲都會有 我想是 剩下 我想是剩下 香港 就是怎麼說 中國都可能有這個抗市推出 不過中國現在 要先對別人的市場 你知道中國最大的 人海戰術最大的 人礦多 OK 但是這一劑 就是這樣做 中國偷資的門 固然不用 固然沒有 但是你很明顯 中國要 它要賺汽車工業錢的門 它沒有 它沒有的 因為你 只要車上面 你的網絡 或者 navigation system 是涉及中國 做的軟碎 或硬件 就已經 你已經不用玩了 那 你還有多少車去出路 最後就是 你最原始的車才可以出路 或者你要迫著跟美國人 就是 美國某間公司做partnership 即software也好 那 那個不是 原本習近平的原意 現在習近平想偷資料 習近平是經常用 一些狗招去偷資料 那現在它算不如你打碎了 打碎了 打碎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 我這裡 我這裡 我台不講汽車的 OK 我講這件事很簡單 這件事是一個 我純粹一個貿易的角度去看 或者國家安全角度去看 這件事 OK 就是 那個看法就是這樣的 就是 我要穩住一些車的工業 電動車就更加不用講 電動車 電動車其實 其實 你之後 它迫你的電動車車廠 要把電池的組件搬到廠 那剛剛好 歐洲是在搞這些事情的 就是 可能最後 電池 電池車的 電池製造國家 你不能夠再在中國 現在是 那些中國全都很喜歡打飛機的 說什麼 靈德時代 遙遙領先 什麼都要先說遙遙領先 剛才講到自己很厲害的 遙遙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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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被人打得 變成豬頭炳 美國是準備全封中國的車 再不行的話 就再辣一點 這一步不行就再辣一點 它令中國 現在中國不能玩AI 不能駕汽車 然後 你太陽銀板也封死了 你新疆棉也封死了 或者你漸漸也封死了 我看習近平何時能撐得住 怎樣 撐不住就不要打人 我撐不住就要發動戰爭 我撐不住就要發動戰爭 我看中國撐不住 是這樣的 你說美國是否在某程度上用ABCD聯運局 為什麼日本出戰 因為日本出戰 一定工業為人撐不住然後輸 這個不是美國的預計 甚至是三本五十六也是這樣看的 三本五十六 三本五十六都說 你不要 他一早 他為什麼跟陸軍這麼大分歧 他美國留學的 他知道的 大哥 你打不打得到他 他知道的 你打不成功的 說真的 他是吃計的 三本五十六是計過的 日本的總體工業能力是不夠的 他有一次就是 跟美國那些 談那些海軍會議的時候 那些人就見到他氣氛落堂 然後他開玩笑說 是要多一些物資 你怎麼說 減少你的能力 他開玩笑 這就是他外心的恐懼 他知道日本的總體工業能力 永遠都不可以進美國去砌 美國後來就玩到那些舟航空母 他現在中國是沒有人力去砌這些 中國是知道的 我想習近平知道 他提早就搞到他們一和譜 美國可以提早打 當然我覺得最聰明的 如果是中國真的聰明的 就是不要再搞這些壞事 但是 你要習近平不搞壞事 我覺得很難的 習近平如果有這樣的智慧 他就不會叫華卡平 他都不會挑戰青山之癲 OK 好了 這一集 我講到這裡 總之星期一就昔末以待 都應該大陸的 應該 應該 跟著 我 香港時間早上 那天 如果 如果你 英國時間 拉開數之前 入錢 我就會做一切戶口 給你 跟著 我這樣看 我香港時間早上 我會有一節 那一節 我就應該會說 恆生銀行的問題 好 恆生銀行的生存力問題 我個人就覺得 為什麼 惠譽 突然間提議 恆生銀行的生存力 也有些事情 我會放在那裡說 我會有人說 我會有人說 生存力那些 我都應該會在這裏說一說 但我就視乎情況 而決定 好的 我就講到這裏 那 等一下會員板再見 OK